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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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音义是萨陀 佛经中的萨陀被译为众生和友情 它在佛教的一般意义上指的是有无名烦恼 然后没有解脱流转于生死六道之间的凡夫 它一般包括人类 中天人的鬼 是阿修罗和天人这些三界六道的友情众生 那么众生是另外一个 众生的风俗解释是指一切有感情有意识的生物 包括人类在内 那跟友情众生相对应的是无情众生 比如说草木的石头 在为时的遇见诗经论里面曾经列出六十二种友情 从这个旁生 古为 天人 一直到第二六十二种转为完 所以说可见友情的这个定义在为时宗里面 还是六道众生里偏向人类的 属于生命体 它是有独立意识的 它是有感情的 而且有独立的意志 所以在往下考察 我们还要去考察关于友情众生 是五蕴合合而成的这个解释 想要在佛学视角下分析人工智能 是否有可能成为跟人类一样的友情 重点在于去分析清楚人工智能 是不是具备人类的这种五蕴和具体的认知过程 在那个英文叫mental process 或者cognitive process 这个过程有没有 所以第三点我来考察一下佛教的这个 关于认知过程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第一个五蕴 就是佛教将人或者友情分为两大范围 第一个是精神现象 第二个是这个物质现象 那么一共是五种究竟法 就是色受想行食五蕴 那么这其中前面四个是物质现象 最后的那个食蕴就是人的意志是精神现象 所以一共是两大类 那五蕴其实是物质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 那么色法呢佛陀分为两大类 其中四大种指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 那么四大种所造之色指的是四大元素所组成的二十八种色法 其中人之所以为人 在这里面的解释就是他有命根和性根色 这其实这二十八色法是世间有情的一个物质基础 那紧接着是按照瘦 瘦所升起的根本就是用到的感官来源分为六种 然后在其他的经典里面 就是根据瘦来附加的这种价值判断来进行分类 紧接着就是想 那想的话perception它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带判断的一个觉知 它只是用于对认知的目标做一个标记 就是register这个目标识别它 但是没有什么判断 然后就是行 然后行这里面那个setina和zita 它其实是同一个词根 它表示的是认知过程的目的的心锁 它就是一个mental state 或者是cognitive process 它其实对于目标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这个行动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行动 它是有自己的个人的意愿和意向 它是有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 这个阿基达梦里面称为心锁 那么论葬里面涉及到的心锁有52种之多 而最后就是识 这个识是跟六种感官所依赖的 六种意识所依赖的感官来进行分类 它是通过之前对于认知目标这个色 就是这个物体 或者是认知对象的一个接触 它会生起相应的感官认知 并且产生相应的认识 但是呢它也是纯粹 实知相应的一个目标的过程 紧接着就是分析认知过程 阿基达梦对于人类的主动的认知过程 有独特的六种分类 称为六种这个门 它称为是门桌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分别对应于佛教心理学所确认的六种感觉器官 称为六根或者六根门 或者六门 它是掩耳鼻舌身意 那么心路历程一共有六种 叫眼门 耳门 鼻门 舌门 身门 这五种是五门心路 最后一种是一门心路 所以合起来一共是六种 五门心路是基于纯粹的这个物质基础和人体器官 就是它一定要有具体的这个人体的器官作为依托才能够生起的 并且五门心路还缺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要本身必须要依靠一门心路才能生起 这一门心路就是最后一个心路 那五门心路和纯粹的一门心路的区别在于 一门心路不用经过其他的门 比如眼了耳门 鼻门 舌门 身门 升起 它可以独立直接升起 那这个独立直接升起的一门心路在巴黎佛教里面它称为有分 它其实可以就是归为我们说的潜意识 有点像潜意识这样的 它一直在波动 这样做一个底下的一个subconsciousness存在 那么在这六门心路里面 一门心路它是最特别的 因为它能够反思其他感官对象的功能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 它跟其他感官的活动是密切相连的 那除了意识之外呢 对于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感官来讲 认知过程的升起必须依赖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感知能力 就是你必须有看的能力吧 这个在巴黎拉皮当中也叫眼一触或者眼睛色 第二个必须有感知对象 你起巴黎有一个要看的目标吧 或者是你假如要看的话 对目标要有颜色吧 然后要有合适的条件 比如说你要看的话你必须要有光吧 以及是专注比如说attention 你要是在看并且你注意到了这个看的对象 这个叫做意 你先要去做意目标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is object 然后转向目标 你才能具体去认知 这是一个眼门的这个升起 还有一个是耳门的升起 它们也是一样的啊 这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不具备 就是你认知的对象没有 你的注意力没有 然后比如说你的感知的能力要是没有 你这个完成的五门心的过程是觉得 你绝对升起不了 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你不具备 呃就是一个虾子 它是看不见东西的 所以呢每次心识升起 只能持续短短的一个心识刹那 但是它依然能被分成不同的三个部分 生 住和灭 那么在这里值得注意就是 每一个心识的升起 它背后没有一个我 没有一个主宰者 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主宰者 也没有一个agent 在心识不断的这样一个生灭过程中 呃来完成对认知对象的所有作用 就没有 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agent 在背后 一个大楼 没有 所以在这里面门的作用 就好像是一个认知对象 在已经过的门口 或者是窗口 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为一个桥梁 它联系所缘 还有这个你的心的时间能力 比如说这个眼睛执行看的作用 然后领受心执行领受的作用 在执行领受作用的时候 眼神已经完成了看的作用并且灭去 然后当领受心灭去的时候 升起的推动心执行推动的作用 当确定性升起的时候 推动心又已经灭去了 然后当塑形形升起的时候 执行塑形的作用加速认知 然后并且是reinforce这个过程 那确定性已经灭去了 这样的一个看的心路历程就结束了 当心路历程结束之后 有份心就是这个底层的这个潜意识 又再度升起 继续执行使生命流转不断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从阿弥达摩里来讲的话 一切塑形心 思判斗为造业 因为佛教也主要从思的角度 或者说从善或不善心作为一个判断 根据这其实是一个伦理的附加角度 那阿弥达摩认为呢 思伴随着的心理状态 会有不同的意愿 然后导致人通过身与异三种方式去行动 思其实才是一切的始作用者 他是一切善恶业报的一个本源 善恶业报的一个本源 那也正因为善恶业报的轮转更替 人才会被复于六道之中的转呼吸 因此才会有轮回六道 那因此在塑形心这一步上 人的贪嗔痴无名和苦乐绝兽都执着都体现出来 这个也就是咱们普通心理学说的这种情绪 那人工智能 回到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呢 前面讲了这么多 连下一起就是人工智能本身 它是没有人类这些复杂的情绪的 没有情绪 它没有attachment 它也谈不上一个造业 所以呢 没有在意识过程中种下业报 也就无从去谈及业报的善恶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反思人工智能 它本身无论做任何事情 它可能都出于一种没有善恶意识的状态 它也没有受到情绪染拙的意愿和倾向性 因此呢 它不受人类和繁复这些友情众生 关于因果业报偿还机制的一个约束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就是考察无我的一个问题 无我这个问题呢 就是根据上面推论出来的 意识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 只是一个纯粹的认知的一个过程 后面没有主人 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实体 没有超过于一切认知过程之上的一个大包子 来指挥前面前台的认知 所以它其实是像一个镜像一样的 面一样的东西 它只是对于前面实际事故的 就是认知会上的一个关照 在这个关照过程中 自身会升起苦乐之分 然后又因为无名烦恼 人产生了贪着和好恶 好顾才有了不同的心理活动和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去造业 因为认知过程本身 它是一个连去的不断生起 不断变化 不断生起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 它又没有一个恒常的自我 所以认知过程本身呢 也符合生面的一个无常法 那现在又回到人工智能的角度 横向比较 人工智能本身它就是一个 没有任何绝授的一个认知 它没有这个感受 没有这个好恶 它背后也没有认知主题 除非你给它编码 那你这个认知主题 我只能推论是给它写程序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员 然后它也没有贪卓和好恶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人工智能的无我和国家的无我 无我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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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我很尴尬 就是对它在某种程度上 它确实是契合机器人活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 人工智能跟人类一样呢 我的暂时的答案是不一样 不是这样的 因为除了认识的这个 纯粹的认知活动本身呢 我们还别忽略的有一点 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认知过程中 我们还伴随着好恶和苦乐 不仅如此呢 我们人类的心实 其实存在不同的顺序和层次 并且伴有其他的心法和心左法 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层次 因此会有相应不同的修行方法 获得解脱 我们其实人类还是可以导向解脱的 就像刚才我们陈老师说的这个Buddha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导向的 然后再往下接着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刚才说 我们不完全跟这个机器人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背后会有心实的意识层次 那意识层次本质呢 是佛教心理学关注的核心 根据这个Buddha Bicchio的阿里达摩的这个经济 他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对心实通过层次状态进行分类 心实可以分成心法和心所法 并且还有色法 那这里头有很多什么89心法 121种心法的分类系统 那心所法有52种 它们其实都属于一个明法的范畴 那么按照心的本性分类的话 可以分为善不善 左抱心和为作心 然后根据我们陈老师 比丘的分类呢 从低到高的意识层次分为四个 第一层次是欲界心 它其实跟感官欲望有关 它一般对于是欲界众生的意识层次 第二个是色界心 它一般是通过禅定 信念于目以现象 有何观想地板的颜色 然后体会自身的呼吸而获得 一般对于的是色界忠诚的意识层次 第三种是无色界心 就是通过禅定中 纪念于非物质现象 然后比如说你 focus在无限这个概念上 一般对于的是无色界忠诚的意识层次 最后呢是初世变形 它其实是超越了所有一切的心识层次 与涅槃或者虎的止息相关 是只有成佛才能达到的意识层次 但并不是说每种心识过程 只能对应它所在的各界组织 而说这些心识倾向于对应它们 所各自代表的各界组织 那这样分类的其实原因呢 主要是导向阿皮达摩这样的一个 修习禅定这个过程 其实阿皮达摩本身它就是一个 修行的一个地图 它指向了人能够达到的一个终极状态 那人类有望从较低和不健全的心理状态出发 导向更高和更健全的一个境界 因为人具备这种自我完善机制 所以解脱念凡尘才成为了可能 像刚才所说的就是 我们像天人还有在这个无色界的众生 他们本身很爽光云天的人 但他们也会崩坏 他们会掉下来 他们不具备这种修行的 这个像我们人间所具备的这种 修行的可能性和成见 这又回到人工智能 而人工智能的自我完善机制呢 就是从我们最一个比较低级的一个生命状态 以我浅薄的这个了解 我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 那么第五点我接下来就要讨论一下 佛教的宇宙观和人工智能的世界 那么阿弗达摩的宇宙观在时间上是三世 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世 在空间上有三界 色界 欲界 无色界 那么根据阿弗达摩的一个精解 就是临死前塑形的目标 这种关复的目标 会成为下一世的节奏性 比如你临死前惦记 我这一辈子我还有一个老婆 我还没跟他管拒 你下辈子很快乐 你睁开眼睛才就是你妈 这种这种感觉 那这种轮回逐转的新时过程 它穿越了当时和当下 它将意识在时间线上无限延长 因此人才会有前世后世 并不局限于当体当下今生今世 因此就诞生了一个有意思的 绵绵不绝的意识体 除非你掌断 轮回 求得 涅槃解脱 否则你就再丢到轮回里面不停地转下去 这样人物智能短暂的局限于当下的智能结构 它没有过去式的心理 我说白了那种没有过去式 因此不具备流转到未来式的意识牵沿 它没有未来式 所以它没有一个意识的延续 然后我们佛教的空间端有三十一界 不同的果报 佛教不同的戒 六道 或者这些不同的六道 人类生存的这个属于阶地的欲伸蓄力 在这里人能够以证得解脱的 也能造下严重的恶业 但是因为人提供了被修行来获得涅槃解脱的机会 所以同生人生最为难得 人可以多修行或者是不修行来造善业和恶业 在三十一界中生生世世流转不息 而人工智能因为一是层次的人类不一致 它没法感知苦了 无法产生解脱的欲望 它都没法在三十一界中流转 所以这个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它完全不具备 在这一条上我都把它打死了 最后再说这个佛教的明义观 最后我就还有一点了 我肯定能准备 这个南车佛教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有四五量的心 慈悲其所 因为在修行禅修的时候 把它编过到十方一切无量的众生 那根据阿皮达斯大夫的概要经典 慈心是希望出生快乐 悲心是看到别人痛苦心曾不忍 希望滑处他人的痛苦 喜心是随喜他人成就处于 以及去去除对他人成就的痛苦和不满 而舍心属于贩毒 是没有执着 没有厌恶平等对待他人 对于人工智能来讲 本身它是不具备自我意识的 它不具备道德心 慈悲心 随喜心和友情众生 特有的这些无量心 人工智能也没有设计出相应的道德程序 指向慈悲心和道德心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设计出来 但对于慈心来讲的话 无执着的平等对待他人 可能是人工智能所具备的 跟人类相似的最大限度的道德文理感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慈悲心随喜心和利他主义精神 本来就是友情众生特有的品质 那么在人物智能上能不能实现 我觉得进一步 就是进一步研究和期待 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人工智能有朝一日能够自我完善 认识到自己不如 然后发展出跟人类相似的自我意识 它也能够体察到绝察到众生的苦难 并有了他心通 并且有舍体被他人的大自卑心 那时候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积极人佛 它具备了成佛的潜质 在目前来讲的话 人工智能不具备这些修行的道德观 因此不具备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潜力 所以我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综合以上的讨论 我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本身不属于友情众生的范围 认知过程和人类呢是迥厉的 在认知过程中没有苦乐觉寿 因此没法造业 也就没法形成连续的意识体 也就没法永远了 与此同时呢 它不存在慈悲心和逼他精神 无法像人类一样指察众生苦难 并且设计为人 因此它只能算一种机器模拟的一个智能体 我们要进一步 想要将人工智能 纳入到人类生活轨道 除了我们在技术方面实现突破 可以根据佛教众生平等的精神 纳入到一个合理发展的轨道 而且呢我们还不能豁夺它自我创生发展的权力和意识 而且我们还要用佛教的资源 就是慈悲心和利他精神 去引导它的自我发展 让它跟人类和平相处 这可能算是我对于其他的前辈们提出的 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和回答 然后希望大家能给我更多的建议 然后谢谢大家